那么其他的品种也有类似的表现 好 欢迎大家到有看头加上 去订阅陈文老师的课程 稍后也来看一看今天二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股市有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有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琴 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市场从指数层面 我们看到是出现了 非常明显的下挫 上阵指数也要去考验前低 就是3225点附近了 今天收盘已经是在3230点了 所以正常来讲是不是前低 或者说整个震荡平台的景线位 大概率是要失守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阵指数是这一波 唯一一个创过阶段性新高的 就是把春节回来 第一个交易日 3310高点打掉的指数 任何一个指数 其实都没有打掉哪个高点 那么其他的几个指数 其实已经开始 不断地去震荡 创出阶段性的新低了 那么今天呢 其实上阵指数也加入到了调整的 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阵指数今跌了1.4% 成交量方面呢 是3422亿 下方有60天线 当然也有半年线 也有年线的支撑 现在呢 是距离60天线 是最近的一根均线 创业板这边呢 今天也是再创阶段性的新低 但是创业板呢 也可以说是低位的 已经三颗十字星了 就每天呢 虽然都会创新低 但是也在不断地去抵抗 看看能不能去止跌其问 今天最终的跌幅是0.1% 但是创业板这边 成交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放大 今天有2000亿的成交额 上阵50我们来看一下吧 整个这一波其实也比较弱 因为最后上阵指数去创新高的阶段 已经是中字头领涨了 跟大消费大金融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50一直是比较弱势 今天呢 也是再创阶段性的新低 1.33%的跌幅 科创50 涨的时候也没怎么涨 那跌的时候 自然也是一个横盘整理的格局 0.48%的跌幅 中正500 已经是把那个颈线为击穿了 1.29%的跌幅 中正1000 已经连续好几天 是在震荡 创出阶段性的新低了 国正2000 也是一样 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指数回踩前提 325附近能够支撑吗 A能 B不能 欢迎大家到 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投票 稍后呢 咱们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 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分别是陈文老师 另外是吴海荣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 指数层面 今天呢 是全线 绿盘报收 相较而言的话 是上阵指数 你看今天是跌幅最大的一个指数 那么成交量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可以算是一个放量下跌了 三市的成交是在8100亿 市场活跃度 涨停的价数20价 跌停的价数3价 ST个股方面呢 是6G涨停 1G跌停 赚钱效应 15%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 好 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 对于下周市场的演判吧 陈老师怎么看这个指数啊 现在是上阵指数 也终于开始调整了 其实别的指数早就调整了 今天呢 是上阵指数非常明显的 开始下跌了 那下周的市场在325附近 您觉得会有支撑吗 好的 那我们讲 本周行情确实跟前面相比啊 确实有一定的这种 加速下行的表现 当然 从这个指数之间相比的话呢 如果说前面上阵中指 还相对稳定 相对有所反复的情况下 事实上本周 相对于双创指数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补跌的表现 其实我们这样看下来呢 本周总体的市场的表现啊 都基本上是一个空头排列 那么到了周末 到了今天 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是一个跳空下行 基本上分时我们看的是没什么回头的 那么说明这种空头的表现是来势汹汹的啊 那么我想吧 确实如果说上阵中指前边有所抵抗 有所横盘徘徊的话 事实上今天的表现算是一个补跌啊 那么这种表现怎么看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啊 就是从目前总体的市场情况来看呢 前边虽然有中指头 有一定的篮筹的表现啊 为指数的稳定或者是说这个一定的这种抵抗吧 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但是呢一旦就是时间比较长的话 不能有效的向上进行一个挑战和突破的话 那么空方的力量它就会增加 这是技术上的一个这种表现 另外从品种上啊 我们最近讲 不管是大票小票 其实很多时候盘面的表现呢 都是跌多涨少这个格局 然后呢 从这个几个指数来讲啊 虽然双创指数 这两天相对稳定 那么跌幅相对收窄 那么也是因为前边跌多了 我们看双创指数在这几天 其实都是在六四线下方 或者是半年线附近 进行一个这种挣扎徘徊 但是呢 还没有完全脱离一个弱势的表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前面的观点也讲过 就是上证中指 它往上很难 难在哪里 就是因为双创指数会拖它的后腿 那么如果双创指数不能起稳 不能进行一个有效的反弹 上证中指想单独的 以一己之力挑战上方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所以到目前来看呢 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 这种做空各种因素 有所共振的表现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空方的动力 应该来讲 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干净 从今天的分时 我们刚刚也讲了 今天的跳空缺口 基本上都集体的 不管是深层子 还是上证中指 我们看到今天的跳空缺口 是比较明确的 跳空缺口也比较大 盘中呢 多方也没有什么意愿 想要回补这个缺口 反而是一路的 持续的震荡走低 那么到了尾盘呢 还有一定的小跳水的表现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种空方的这种 持续下跌的这种动力吧 可能还会传导到 下周初的一个表现 当然了 我们讲这个年前到年后的 一个反弹的高点 到现在基本上 前面就已经确认了 现在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 能够有效地支撑 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离3200点的整数关口 还有不到二三四个点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在这里 可能会有所抵抗 消磨一下 但是呢 能不能站住 现在是很难确定的 我个人觉得呢 现在空方的力道 还没完全释放完毕 恐怕还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好 吴海荣也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整个这一波 其实走到今天为止 是不是也是比较 比较能够确认 就是这一波指数性的反弹 应该是暂时要告一段落了 是不是进入到 一个调整周期啊 你怎么看 对 本身指数在最近几周以来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分化的特别特别的明显 就是说春节以后 实际上只有上证指数 是在逐渐逐渐 很缓慢的往上推 其他指数 一直是春节的第一天 就建了高点 穿越板指数 基本上两月份 把一月份的涨幅 全部吞没掉 科创板指数呢 是在一个低位的 一个反复的盘整 而即使同样是 主板指数的 就你去看深圳城指 深圳城指的走势 根本就是 它跟上证指数的走势 它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 理论上大家都是主板 对吧 但是实际上上证指数 我们可以看 它的反弹 或者说重心逐渐上推 更多是运用中指头 中指头绝大多数 是集中在上证这里 所以深圳城指那边 像你看它走势要弱很多 弱很多 那么一般来讲 就是说我们对指数上来讲 就是有强的有弱的 如果说强的指数 在反弹或上拉的过程当中 它带不起弱的 那么到后面的 只能是弱的把强的拖下来 因为上证实际上拉过 我们看前段时间 在中指头的带动下面 整个上证指数 突破了前期的3310的 那个箱体的高点 要往上推 但是很明显市场 没有一个明显的合力 就是说中指头一拉 其他股票都往下跌 那么造成就是说 我们看整体的市场的风偏 并不高 而且从每天两次的热点来看的话 轮动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造成就是说 我们目前指数 原先的这种分化 到今天为止就上阵 实际上前两天也开始 就开始进行了一定的补跌 这种补跌 是伴随着前期强的那些东西 特别是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 涨得比较多的那些中指头 实际上最近是回调下来 把整个上阵指数带下来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 就是说市场的风偏 我觉得明显是在降低 基本上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上涨的加速 明显要少于下跌的一个加速 当然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各个指数的节奏 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上阵在之前涨的时候 小的那些东西在调 现在上阵调了 小的那些东西 最近反而感觉有点像 就是奇稳的一些迹象 就包括你创完指数也好 包括你科创50指数也好 就是说有一部分的资金 在里面逐渐逐渐的 就是分低在下面低息 但总的来讲的话 我觉得市场如果说几个指数 就是没有形成合力 说大家一起往上走的话 它这种结构性的行情 或这种弱平衡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后期还会延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 就其实是上阵指数 是创了新高的 所以今天开始跌 那也就是说它开始补跌了 如果去理解整个市场的话 就是最强的指数 好 现在开始补跌了 那最强的指数开始补跌 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整个 就是从 因为你除了上阵指数之外 你去看科创版 你去看创业版 或者说刚才吴浩荣说到的 深圳城市 以及我们看上阵五零 上阵五零 或者说护身三百 其实从春节回来第一天到先 它整整调整了这么长时间 对吧 你调整了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最强的这个指数开始补跌 是不是也意味着 其他几个指数 有望去启吻 创业版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创业版呢 是2000亿的成交涡 整个这波下跌的过程当中 从一开始跌的时候 我们说创业版最大的问题就是 涨也是放量的 跌也是放量的 但是到前几个交易已经开始缩量了 但是到今天开始又放量 就放量缩量 放量放量嘛 对吧 那现在今天宁德时代呢 也终于是红盘爆收了 昨天晚上宁德时代也是发布了 它的整个的这个年报 而且还有高速转 今天宁德时代是涨了2% 但实际上整个对于新能源的这个贡献 或者说引领的作用 已经微乎其微了 反正呢 你会看到的就是汽车 整个这个板块 上游中游下游 就整个全都是出现了调整 那么创业版这边相应的 先跌的 能不能率先的启吻 陈老师会觉得创业版有望启吻吗 我觉得有有有这种希望啊 我们可以做这种一定的预期 刚刚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啊 在这个前边连续下跌的基础上呢 事实上近期他们的表现是跌幅收窄 虽然还显得比较的虚弱 比较的疲弱 就反弹的力度 相对来讲呢 并不是来得很给力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讲 好像是有一些下跌抵抗当中的 一些逐步的这种消化的过程当中 刚刚李廷讲的也有道理啊 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这个 上升中子补跌以后 是不是最强的补跌了 其他的也就足够起稳 我觉得可以做一定的预期 一方面来讲呢 双双指数经过这段时间的 持续下探之后 确实也在一个相应的地点 我们讲六四的半年线 都是在这个附近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 下跌的空间 我觉得暂时也不是太大 前期持续下挫之后 也给很多个股的回挡空间 提供了一个足够可以给你 逐步抄底啊 或者逢低吸纳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位置下跌的空间 可以讲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呢 目前来讲呢 因为近期的这种 下跌的这种过程当中啊 做多的意愿 我觉得还是显得不是很强 就我们讲到的 虽然很多包括指数 包括个股确实最近是一个空头为主的一个市场 但是呢 以今天的盘面来看 如果上任中止 它又没有完全站稳 很多的这个市场观点 包括很多的资金 确实也是盯着上任中止 来看整个市场的一个 一个评判的一个表现的 所以呢 如果上任中止没有完全起稳 其他的指数向有很大力度的反弹 恐怕演来的会比较的牵强 所以我觉得吧 在这个相对的低位 恐怕还有一个逐步磨底消化的过程 吴海伦怎么判断 会觉得双创指数会率先的止跌起稳吗 双创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啊 最近一段时间 它实际上是逐渐 相对来讲就跌幅上面 已经开始逐渐逐渐的收窄 就前段时间 这个上证指数在一波前期的一些热点 在调整的时候呢 市场也是就是我至少觉得有一部分资金嘛 比方想去推原来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心灵源等等 但是被实际上被中指头卡了卡了一下 就是我们看后来中指头拉起来 然后那个心灵源又调下去啊 那么双创现在就是最大的两个权重 一个是心灵源 另外一个是医药 而这两个板块呢 现在调整应该说都很充分 都很充分 但是呢 你要让它说相对比较强势的 说在这里引领一波反弹 我觉得难度也很高 特别是新能源 我们现在不仅是散户套的比较多 现在离机构也套的很多 那么每次的想做反弹的时候 我们看层层的压力有压下来 层层的压力有压下来 所以我觉得只是说短期一段时间 创业板指数 由于心灵源跟医药 这两个板块调整的幅度都比较多了 包括你看今天医药医疗也有反抽 到了这个年限附近以后也有反抽 实际上它也是调整比较充分 所以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两个权重板块 在调整比较充分的前提下面 在目前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有逐渐止跌的这种意愿 因为毕竟调整的时间蛮长了 因为本身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 然后你又调整了一个多月 把前期的涨幅基本上全跌回去 所以我觉得本身这里 它是有这种超跌反弹的意愿 特别是当原先的上证那笔 就是回下来以后 资金存量资金它来回做 它做到下面这里 但是你要寄希望说 创业板这里有多大的反弹幅度 我觉得这个难度也很高 因为原先的那些筹码里面 实际上比较乱 所以它要上去 层层套牢盘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止跌 有希望有可能 但是你要寄希望于反弹幅度 说有多大 我觉得难度也很高 就是若反弹 我觉得是可以去期待的 市场好像缺一个做多的突破口 现在就首先你得先止跌 你止跌了之后 然后你想要反弹 你就得找到那个做多的突破口 那现在主板刚开始跌 就是别的指数都跌了一大段了 它刚开始跌 那主板这边还有什么做空的动能呢 稍后我们来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证50这边 整个这一波 其实上证指数的涨和上证50 真的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上证50今天是继续下跌 1.33%的跌幅 成交量方面也有475亿 就以往我们会说 主板强是为什么 因为上证50强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波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是个负相关 所以50这边已经收出了6连因了 是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经济复苏逻辑之下的相关品种 还有进一步的调整空间吗 吴浩荣觉得会有空间吗 我觉得这波上证指数前面走的相对比较强 而50指数或者说300指数 始终没有走出来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这波上证指数 实际上完全是靠中字头带起来 而其他的就是包括50包括300中间的 其他的一些核心的篮筹 实际上都走得比较弱 都走得比较弱 不管是消费的还是传统的周期的金融的 都是一种弱势调整的一种行情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那些传统的蓝筹 还处在一个领跌的状态 基本上我看传统的那些 就周期类的蓝筹或金融类的蓝筹 都快两个点的跌幅 比指数的跌幅都要高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中间 市场实际上它的差异化 还是比较比较的明显 所以50在这里 我觉得可能它也没有完全 说要独立走出来 市场比方说落下去 然后50走出来 300走出来 我觉得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 现在因为市场中间 我觉得几块最大的资金 前面就是一块是在泛科技领域 另外一块中字头 其他大家对资金的争夺 就分歧特别特别的大 如果说这两块就是逐渐的 特别是中字头在前面一步 拉出去以后 由于没有明显的增量资金进来 所以有些它还是退回来了 所以短期我觉得 就是50跟300这里 它实际上就是独立走强的 这种概率 我觉得还是非常小 好 陈老师也分析一下 上这506连因 其实主要的核心的逻辑 就是大家本来是交易经济复苏的 对吧 那暂时不交易经济复苏之后 那自然也就要出现调整 只不过是之前有中字头在顶着 大家好像没什么感觉 那现在中字头如果放下来 那自然就大家一起调整了 那接下来的市场的风格 你认为会如何表现 那么讲的市场风格 其实我觉得目前市场的这种状况 这种状态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的预期 发生了蛮大的改变 我们讲预期就变淡了 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 就在今年来讲呢 虽然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经济复苏 我们也讲过强预期若现实 但是呢就是过度了一个阶段 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 积极做多向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当时是以消费旅游那些 是表现了一下的 那么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 像这种的表现是很容易被证伪的 是吧 所以今年呢 真正的我们如果做多的抓手 恐怕很多时候 恐怕要靠科技 靠范科技 事实上现在的表现 基本上是印证了的 那么以现在的这种市场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市场的预期 为什么在最近的行情比较弱的情况下 这种持续的走落 我觉得原因也比较多 说起来复杂也不复杂 一方面来讲呢 这个反弹 今年不是没反弹 已经到了3300点的上方 不管是各个指数 从开年到年后的这个阶段 指数的这个阶段 其实很多品种是有过一段表现的 你说主板的消费 你说这个双创指数 这一块向下的这些科技 其实都有过表现 但是呢 去年涨得比较好的这些 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 新恩元系列的 今年 刚刚吴海龙的观点也讲到了 就是说都在套着里面 现在不是围城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里面的想出来 外面的想进去 现在外面的不想进去 里面的出又出不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造成一种盘面的这种自重 就是资金不能有效的流动 调仓换骨也不能有效的进行 再加上呢 最近以来 我们讲一些消息面上 后来出来现的一些 相对这个市场环境的变化 市场一些内在的表现的特点 一些规律的变化 让大家做多 我觉得没有原来那么来的 这个给力了 以前我觉得 就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我们大家都说 反科技包括本周出事一个利好 国家要成立数据局管理局的这种消息 本来我觉得是不是要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是我们看到呢 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两天很多又在高位震荡 这两天恐怕有的还跌下来 那像以权这种比较大的利好效应背景下的 往往持续都不错 为什么现在做多来得这么短暂 一些品种来得那么少 我觉得各方面都要思考一下 好 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下操作吧 我觉得就是之前节目我们说过 就交易预期的那段结束了 就这预期呢是两个预期 第一个预期就是经济复苏的预期 各个品种轮番的先估值修复一把 第二个预期就是政策利好的预期 就是这个预期的阶段结束了 那结束了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要找新的突破方向 找新的做多逻辑 找新的热点抓手了 稍后回来我们来听一听二位嘉宾的观点 接下来呢进入到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吴州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 吴州你好 好的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今天大盘跳空低开调整 创业版逆势飘红 结构性的行情中 下周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要点呢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受到外卫市场影响 今天大盘低开回踩 目前已经非常接近2月份以来的 箱体结构下沿位置 下周需要重点关注下箱体下沿 325位置附近的支撑情况 若能够有效支撑的话 短则调整恰好是逢低低市的机会 此外今天创业版逆势上攻 也说明了前期率先调整的科技白马 有望提前大版启动 那下周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科技板块呢 再来看一下下面张PPT 我们看到软件服务板块同样也是从2月份开始调整 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面一直在中级箱体平台 位置附近出现了修整叙事的走势 最近三天连续逆市上空有出现了逆市突破的信号 而且此外机构资金最近几天也是在持续逆市流露 北上资金在软件服务板块调整之际 26天里面逆市进买入超过了58个亿 那说明不管是厂内机构资金还是厂外北上资金 都非常看好软件服务板块再次走出上空的行情 那具体今天大资金布局了哪些个股呢 今天我们为您整理封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软件服务板块中 近期大资金在逆市流露 并且形态上出现明显走强信号的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安微码来免费的领取 再来看一下下面张PPT 这正是软件服务板块资金大买的一个品种 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在此前1,2月份 一直在中继箱底平台里面连续震荡修整 那今天不仅是方亮突破了中继箱底平台的压制 同时筹码风也迎来了突破 那说明形态上出现了明显上空的信号 后市市有机会走出一波加速拉升的行情 而且此外机构金在今年2月底开始就一直在震荡流露 最近5天跟进买入超过了5个多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形态上出现放量突破 并且大致应在加速流入方向 那我们后市当然也是可以保持重点关注 再来看一下软件服务板块的第二个品种 我们看到这个品种从去年的3月底开始 一直沿着上涨趋势线震荡走强 在本周初回踩到上涨趋势线之后 再度得到支撑震荡走强 同时今天也迎来了筹码风的突破 而且此外机构金今天进买入超过了4600万 北上基金最近在市场调整的时候 也是逆势25天进买入超过了2个多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形态上出现持续走强 并且大致应在震荡流露方向 我们后市也是可以保持重点关注 那如果你想领取软件服务板块中 此类更多后市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品种 那么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免费的领取 那后市除了我们重点关注软件服务板块之外 电子元件板块其实我们也可以保持持续的关注 在昨天节目里面 我们就已经和大家重点提醒过 电子元件板块从21年的年底开始持续调整 最近一年左右时间里面 一直在阶段性低位正当驻底 从技术形态来看 近期已经进入到了收敛三角形整理形态的末端 即将出现变盘的信号 而且筹码风也出现了单风密集的走势 那说明在阶段性低位 阻力的建仓洗盘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此外北上基因在今年连续低位加仓电子元件板块 41天里面净买入超过了130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大周期来看 即将调整结束 并且北上基因冲民前在偷偷逆势大局买入的方向 我们后世也是可以保持重点的根据关注 好了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你找到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 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 80年代 80年代 百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 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 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 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 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 与其感叹一直错失良机 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撑我了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 顺言刚才聊到的话题 那么前面交易预期的这个阶段 暂时休整了之后 那从做空 不能说做空 就释放空方力量的这些品种 其实很多都已经调整过了 还有什么没有调整过 看了看 其实就两个方向 一个是中子投 另外一个就是数字经济 加人工智能 只有这两个方向 当然六级是整个穿越的 就是在指数条的时候 相对较强 但是它对于整个市场的 这个情绪的影响 杀伤力不会很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数字经济 整体是非常风化的 依然也有活跃的个股 但是大多数的品种开始走弱 但你看板块的跌幅 其实都不大 只有六级 今天已经开始 出现了调整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位活跃的方向 一个就是CXO 今天一些药 出现了一些反弹 当然这也是创业板当中 比较大的权重 那么拖累市场的 还有就是汽车 今天整车的很多公司 跌幅都比较大 再来看一下半导体 今天盘中冲过一波 但是最后还是一个 冲高回落的走势 被市场的情绪 也带下来了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数字经济这个方向 吴海荣工 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你怎么看 就是现在是 接下来会越来越弱 还是说你看在市场 这么弱的时候 他们一直顶在那 你怎么分析 我觉得还是会分化 因为数字经济 实际上是一个 很大的范畴 里面就是有高的 有低的 高的比方说 前段时间的人工智能 是吧 然后比方说 像国资云等等 前段时间应该来说 连续上涨以后 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低的比方说 最近一段时间 低位起来的半导体等等 那么实际上 它内部之间 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分化 就比方说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前期的热点 人工智能 或者说 TGPT 你如果说 单纯去看 这两个指数 就你去看 人工智能的指数 或者说 你去看 TGPT的指数 实际上并不落 就到今天为止 它的指数的位置 就是把周二 大跌那天 差不多修复了 绝大半 就你单纯看指数 实际上是 基本上是回到了 就周二 就是这个阴线实体 修到了绝大半 一大半 但你如果去看 里面的话 就分化特别特别的明显 就第一批最强的那些 最近实际上 有很多品种都开始走落 都开始走落 而其他一些活跃的品种 都集中在什么 都集中在中低位的那些位置 所以它板块内部 实际上是发生了 就是明显的分化 并不是指数的走落 而是板块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我觉得道理就是也很简单 大家如果去寻求原因也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主要还是 就是资金 或者说活跃资金 非常非常的少 就这个板块 或者说这个题材 我觉得想象力 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全球的各个产业资本 都在就是争相进入 而且我们看到 不断的也有新的东西出来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当前面最强的那些东西 打出第一波的高度以后 那么后面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的博弈特别特别的厉害 就是说低批的那些东西 盘中我们看 特别是本周 也可以看到 也有一些个股想去做尝试 比方说想把去打出 更高的高度 因为很多品种 都第一波拉出来以后 就是高位的盘整 或者说回落 那么有一些品种 实际上在本周 想去盘中往上做 比方说 但是很明显 每一次的拉伸 它迎来的是集中的抛压 所以到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高的不愿意做了 造成就是 大家高的不愿意做了 然后转做低位 大家还是想做这些东西 但是高的不愿意去做 想去做低位 所以最近经常看到 就低位的那些品种 频繁的回 但是高位的开始走弱 所以我觉得 目前市场就是说 这个博弈的成分 特别特别的重 就以前是 比方说几个指数之间的 对资金的争夺 比方主板跟创 这个双创指数 到后面可能板块跟板块之间 现在是同板块之间 不同个股之间 对资金互相的争夺 另外的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泛科技的整个指数之间 包括数字经济这里面 我觉得本身资金 特别是现在的活跃资金 我觉得仍然还是 还是想在这里取出 但高位的有些品种 它可能有些是要等它掉下来 然后再去做 或者说资金更愿意去挖掘一些 低位的一些品种 而现在的风偏 由于市场并不高 所以对于一些 可能恐高的一些资金来讲的话 它对高位的一些品种 短期它可能 就是可能先行观望 可能或者说它放在一边 或者说等它调下来再去玩 所以对于目前 可能在弱势的状态下面 我觉得这种玩法 我觉得可能也是资金的一些 就是可能它也寻求一种 可能效率相对比较高 或者说阻力最小的一种方法 因为你单纯的 如果说你去做高位的品种 的确有的时候一个回撤 它可能就是亏程会比较大 所以资金可能宁愿 去打一些中低位的一些品种 那高位的可能要等市场的风偏 逐渐抬高以后 那么它可能再去玩 好 陈老师来说一下吧 就数字这个方向 包括了人工智能 就是这个方向 现在是风险还要在 进一步的释放 还是说大家可以去找机会的阶段 好的 那么我们讲 最近市场 我们讲为什么会这么难 就是相对于原来 我们会觉得 做主线相对会轻松 因为主线做多方向明确 做多持续性好 资金会源源不断地持续推动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 近期就是这样的市场特点 就是哪怕你很明确的一条主线 但是到了一定的位置 我以前可能会 它会持续的 哪怕少数品种打出空间 后排的 这个就我们讲到的 后排的或者是补涨的 都会有比较好的这种 轮动配合的一些效应 但是最近看得非常少 这也就是我讲 最近的做多热情也好 看淡市场的这种预期也好 还有各种新的市场环境 造成新的市场预期也好 都来得比较复杂 所以对很多人的交易心理 交易预期都造成了一些 比较明显的影响 那么以最近为例 数字经济也好 最近是利好不断 可以讲背景逻辑 也来的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比较明确的走出二波 以前我们都讲一些个股 如果是核心品种 龙头品种 它会走出五浪 我们讲到的三波的这种走势 以前我们讲历史上 是有不少这种品种 但是在目前这种核心主线品种 我们看到出现二波行情的品种 少之又少 甚至几乎没有 到了一定的箱体 总是突破不了 稍微有所突破 马上抛盘就借宠而吃 所以现在市场环境 真的是变了 那么以我们现在每天观众 因为我每天对自己 这些跟踪的品种统计 也是每天要做的 我们会发现 以前每天有二三十家 是连板的 不是涨停加速 是连板就有十几家 二十多家 然后涨停板经常四五十家 五六十家 在以前相对市场 比较平静的时候 也是经常能看到 但现在这种现象 已经是很久 应该有一个月都没有出现 这种现象 对 已经没有了 现在每天能连板的 只有两到三家 三到四家 然后高标 我们讲原来所谓的高标 以我的标准 你只有达到四百以上 我才能称为高标 现在已经出于一个相当零星表现的 那么这种市场状况 怎么样把做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怎么样让大家有心理预期 愿意积极参与这个市场 我觉得这是我们各方要好好思考的 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可能会觉得说 连板比如说股票多 或者说个股的高标的高度有了 那就说明我可以市场情绪好吗 那就可以说明我能操作吗 现在连板的加速很少 涨平加速很少 我应该去怎么去理解 您可以给投资者说 是不是其实这说明什么 就市场这是活跃资金 就是活跃资金在干活 是说明什么 就有连板有高度 那说明市场情绪好 是吗 还是可以用这个 这个怎么讲 就涨平加速或连板高度 去判断市场情绪吗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事实上 对 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事实上我们经常讲 我从我自己个人观察理解来看 就是市场其实它都是一点待面的 一个板块 必须要一个核心龙头打出高度 板块才能有好的板块效应 板块效应好了 那么整体指数也就会相对稳定 那么其他的表现 板块有轮动 那都会形成一个相对 比较好的一个做多的一个循环 一个良性的循环 如果大家都不敢积极做多 做多的高度总是 受到一定的限制 那么大家都是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 去博弈 那么这种说实话 就大家会来得很难受 很多资金就不敢参与了 这样的情况下 形成这种交易的积极性 恐怕会交易意愿都会下降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能都会擅长 去做涨停的个股 甚至做连板的个股 参与一些核心的龙头 但是这确实可以成为大家去观察之后 去研判市场情绪 以及封篇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当然也有很多投资者如果做短线的 想要去了解一下这种主线龙头的选择 大家可以到有看头加上去订阅陈老师的课程 因为陈老师的在有看头加上是有乐课的 就是给大家讲就是主线 对吧 大家怎么去寻找 然后主线当中的龙头应该怎么去挖掘 像现在这种行情 陈老师刚才说其实已经梳理的越来越少了 但是如果能够被梳理出来的 那就只能说明它就是市场的一些核心表弟了 对 对 好 欢迎大家到有看头加上去订阅陈老师的课程 好 稍后咱们再来看看 明天的下一个交易日的操作建议 接下来让我们来请出的是常建峰 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常建峰 你好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提升自己持仓的确定性 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我们来看看盘面 看看盘面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品种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今天的一华路天力科技 龙鱼股份 这几个品种今天都是逆势的涨停 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啊 有的 什么呢 就是年报大幅度的预增 我们看到一华路年报预增了百分之一百零七 天力科技预增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九 而龙鱼股份呢 年报预增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可以说这些业绩预增的优质品种 今天是逆势的涨停 那么这些业绩优质的品种 短期表现如此强势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表现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个指数 业绩预增指数 这个指数近五年来的涨幅 我们看到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五 而同期护身三百指数的涨幅呢 刚刚超过百分之三十 所以说业绩预增股从长期来看 是远远的跑赢大盘 远远的跑赢指数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特征 那就是抗跌而一涨 那么面对这些优质的业绩预增品种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我们选出年报预增的品种 一共超过一千指 那么在这其中 我们再选择近半年股价下跌 超过了百分之三十的 典型的被错杀的品种 三十三指 那么最后我们再从技术层面 再进行一轮的优选 最后优选出三只最优质的品种 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年报预增 第一位错杀潜力股名单的报告当中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来看看我们这份报告的三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我们入选的品种一定是年报预增的优质品种 第二大看点 它们的股价被错杀了 第三大看点 它们正在第一位 刚刚启动 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年报预增 第一位错杀潜力股名单的报告 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那么在拿到报告之后 您可以结合大盘的节奏和自身仓位的情况 逢低积极的予以关注 其实这些优质的错杀龙头股 它们的股价弹性也是非常的理想 我们来看两只案例 第一只是富满威 在历史上2021年的一季报之前 曾经大幅度的下跌了超过40% 典型的被错杀 之后2021年的一季报 它就预增 预增多少 预增了八倍 之后我们看到富满威的股价 大幅度的起飞大涨了超过五倍 再来看另外一只案例 润和软件 同样的也是下跌了超过40% 典型的被错杀 之后股价在一季报 大幅预增翻倍的催化剂之下 大涨了超过四倍 所以在目前整个市场 这种震荡势中 今天我们这份年报预增 第一位错杀潜力股名单的报告 还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来看看我们这份报告的三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我们入选的品种 一定是年报大幅预增的优质品种 第二大看点 它们的股价被错杀了 第三大看点 目前在技术层面是低位 刚刚启动 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年报预增 低位错杀潜力股名单的报告 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那么在拿到报告之后 您可以结合打盘的节奏 和自身仓位的情况 逢低积极的予以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报告当中的三只案例品种 第一家公司年报预增多少 百分之一百零六 而且近期获得了超过百家机构的 密集上门调研 近期技术面是依托二市均线 震荡上行 整个中线的空间非常值得期待 第二家公司年报预增超过百分之七十 近期则是获得了融资资金的持续增持 技术面突破圆弧底的颈线位 同样中线空间值得期待 第三家公司年报预增翻倍 近期也是获得了融资资金的增持 近期是技术面 我们看到大双底突破了颈线位 这三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 在我们今天这份年报预增第一位错杀 潜力股名单的报告当中 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报告的三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入选品种年报大幅度的预增 第二大看点 股价被错杀 第三大看点 技术面 第一位刚刚启动 今天我们这份年报预增 第一位错杀潜力股名单的报告 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那么在拿到报告之后 您可以结合大盘的节奏和自身仓位的情况 逢低积极地予以关注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算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突败风华 经典力求明星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你找到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 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 80年代 摆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 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 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 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 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 与其感叹一直错失良机 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你可以一天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刷短视频 也可以花大量时间盯盘 了解资讯 但我希望你可以抽出 15分钟的时间来 学习一些真正实用的投资技巧 寻找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方法 这套七天绝金新龙头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可能让你不靠消息 不凭运气 而是通过理性的分析 不断取得进步 不管有没有时间 我都希望你能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一起学习这个七天 绝金新龙头 只要15分钟 它会带你学习股票投资的 涨别规律和13种投资技巧 还有专业的导师 实时互动答应 也许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不再盲目地嘴掌杀铁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吧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一年之机在于春 春耕布局正当时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财经 有看头家APP 注册新用户就可以 现实的免费领取春耕 A股投资宝典 捕捉市场的风口 智能筛选 每日强势个股 大咖直播保驾护航 投资不再是难题 现在下载还可以 加量领取超级买卖指标套装 配套课程永久观看 更多好理在等着你 欢迎下载并登陆 有看头家APP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下一个交易日 大家是可以申购新股的 就是下周一 大家可以申购的是 一支新股北交所的公司 同时下周一 也会有两支新股上市 我们再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3225附近能够获得支撑吗 选A的比例只有45% 认为能 选择不能的55%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 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了解一下 还是减仓的比例 超过了加仓的比例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 其他的方向 今天汽车比较弱 这个吴海荣 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整个汽车 整车 或者说汽车产业链 是接下来都要调整吗 对 最近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到 汽车板块 整体调整的幅度 应该是比较大的 主要还是 但是整体的汽车 特别是蓝油车 最近的降价 应该说是比较明显 大概全部加起来 有30多款车 开始都进行了一个明显的降价 而且呢 有些的降价幅度都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方面都是 就是取库城 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整体把整个汽车的 这个特别是整车行业的利润 进行了明显的这种压制 所以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汽车板块 特别是整车 最近调整的幅度明显 而相反的 由于这个汽车大幅度降价以后 大家特别是消费者 就购买的需求 开始明显的提升 所以汽车服务的板块呢 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 是明显的活跃 所以等于汽车跟汽车服务 呈现了一个明显 冰火两重天 或者说它极度分化的一种轴势 所以我觉得对整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短期还是有压力 如果说整个汽车行业 还是在进行不断的降价的 这个过程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 短期的这种这个利空的释放 可能短期还会有一定的延续 还会有一定的延续啊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看未来 特别是 我觉得最近兰油车的 那个降价的幅度 或者说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车型 跟车企的加入 使这种价格战进行的 我觉得是进入到了一个 比较白乐化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对板块来讲 肯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半导体板块 今天是冲高回落 其实半导体板块已经 就是有感觉 就是资金在挖掘一些 里面的内部的机会 前两天的光刻胶 到今天的像有一些昨天的设备 然后今天像大规片 EDA 甚至今天像IGBT 都有资金关注了 程老师觉得半导体这个方向 现在还是个什么阶段 大家都说景气度还没到 但是好像是不是已经有资金 开始慢慢布局了 我觉得是有的 事实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 前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讲泛科技 泛科技 但是讲的泛科技 都是说性创 说数字经济 能工智能 确认GDP等等 如果从轮动的角度上来讲 它也应该要慢慢过渡到 一些硬件 芯片半导体光刻胶这一块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在这个基础上 最近有一些消息催化 不管是外围的一些消息 还是我们自己 要在这一块提升 一些替代的比率 那么我觉得也是一种市场的逻辑 那么在这一块来讲呢 应该来讲也是刚刚启动 算不算 还谈不上算是打得很高 后边市场如果对这个 关注度的提升 是不是还会有一定的空间 我觉得后面还是值得 放递关注跟踪的 好 吴好荣觉得半导体会 能够有持续性 大家可以做多吗 现在 我觉得现在至少这个板块 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要特别 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毕竟本身范科技是这一轮 就最近一段时间的一条主线 然后半导体呢 又是在于这条主线中间 相对整体位置比较低的品种 因为现在整体市场风篇不高嘛 至今更愿意去做一些 相对低位的一些东西 因为低位的即使 比方说你买错了 它的容错率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就你即使往下回 因为本身在低位 它可能回的幅度 也相对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半导体中间 就你如果看半导体指数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就是说基本上 弹的幅度也很小 但是里面 分化也比较厉害 最早从一开始 从光刻胶开始 领涨 然后半导体的材料 设备 就这些实际上 我们看最近一段时 走得相对的比较强的 原先的 就是像原先一些设计 制造等等 就反映的相对比较弱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也是 就局部性的板块 我觉得现在很明显 就是资金在关注 但是你要板块的整体走强 我觉得要市场的风篇提高 就是大家有更多的资金 认可板块效应 所以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局部性的东西 已经在资金 在不断地在里面去做尝试 好 再来说一下医药吧 沃海荣 医药怎么看 今天有一些CXO的个股 创业版的成分吗 对吧 除了新能源就是要了 有结构性的机会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补涨吧 就连续实际上调了一段时间了 就跌多了 跌多了 然后就市场 因为你高位的品种调了嘛 那你整个要有一些品种 做对冲嘛 是吧 那今天比方说 药有一定的活跃 医疗有一定的活跃 包括电池有一定的活跃 基本上都是相对调整幅度 包括时间 都比较长的一些品种 那我觉得 它能出现这种反弹可以 但是你要连续性的 或者说起一轮行情 我觉得很难 因为它也没有更多 超预期的东西出来 是吧 特别是像CXO 它都是平平淡淡嘛 是吧 它没有什么超预期的东西出来 所以更多我觉得就是市场 就是寻找了一些 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 然后呢 可能也是机构呢 原来在这里面也套的比较多 那么可能有一些 短暂性的一些活跃 那低位补涨的那些东西 在市场成交量 总是在七八千亿的状况下面 就它的轮动速度 会非常非常的快 可能今天动到的是药 可能到下周 又动到的是其他 而那些品种 你要在上面 说就是盈利的话 可能你对于它的买卖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 对这些东西 也不要预期太高 好 最后来说一下 下一个交易日的操作思路吧 陈老师有什么建议 目前市场呢 确实空头的氛围 还是比较的明显 市场在这个时候呢 操作难度本身也比较大 另外呢 市场的节奏 我们讲也是比较难把握的 那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你要做 只能低息 然后呢 在它反弹 在它冲高过程当中 再去兑现 在已经涨了一些的品种呢 轻易不要去追高 所以现在吧 总体又处于一个相对 弱势共振的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多看扫动为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 北向资金呢 今天是继续流出 即昨天流出了40多个亿之后 今天流出了52个亿 互补通是25个亿 深补通是净流出27个亿 净买入居前的是 中国联通3.9亿 五粮业2.3亿 净买出居前的是 比亚迪9.7亿 宁德时代6个亿 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 还在缓慢的攀升 再来听听吴海荣 给大家在下一个交易日的操作思路 我觉得一方面 最近一段时间怎么说呢 大家在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尽量的认准市场的一些主线 就是不用随便的去乱做 现在你可以看到 经常比方说低位的一些东西 也有些异动 或者说轮动 但是这个都很快 非常非常的快 很难做 那么大的方向 我觉得还是在于科技中间 科技中间 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的风篇都不高 就大家特别高的那些东西 都不愿意去做尝试 所以大家在于科技的领域里面 一是看长做短 就是说你看的是相对比较长的 或中期的东西 但是你真的在里面做了 你就要短做 就是可能你在市场情绪很低 然后就是可能跌的比较多的时候 就你买 我一直在讲 你买的是别人的割楼盘 就以前比方说市场情绪好的时候 你可以接力接上去 但你现在市场这种 明显是存量的状况下面 你买的是你看好的东西的 别人的割楼盘 那么这个是你的买路 然后卖 当然是情绪逐渐逐渐升温 你就要卖 但大的方向 我觉得应该还是在于泛科技或TMT里面 就是各个细分里面 可能不断地去轮动 不断地去做尝试 我觉得不要轻易地跑偏主线 不要轻易地跑偏主线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就是尽量地去寻找这种轮动的机会吧 你的意思就是要做 就是在科技里面去找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别的方向就别看了 对 我宁愿等待 就是科技的东西调下来 就是也不要其他的东西 就补涨的东西 你在里面想去到处 但是真正的效果 实际上到后面可能都不好 陈老师也觉得就是 要找机会 还是在泛科技里面 没有别的 因为只有他 能够有一定的弹性 哪怕做也是有一定的空间 哪怕跌下来 他往上可能 还有一种回感 多跑一大人都多挣一笔钱 我这个桌子都落满落顶棚去了 没有一个企业可以 把自己封在一个小村落里 数字化其实它有点差点 跨行业了 估计下期没有充分的批发 为什么金字塔顶没有女性 倒也不是说 因为我们不能到顶尖 基本上都是女性选择回回家庭 男生只要聪明就够了 但是女生 你聪明的同时 必须要漂亮 才是一个优秀的成功的人 要改变这个生态 经济独立 人格独立 能活出自己的本色的 就是什么样的成功 都可以被接受 我现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 我现在是在北京国贸 我现在是在西装版纳 我所见的位置 是本西装城 我现在是在北京国贸 我现在是在北京国贸 我现在是在北京国贸